还有粉丝都很期待 就是歌神张学友终于又出专辑了 新歌到底能不能够成为一首经典 当然也让外界瞩目 不过出道30年的张学友 过去呢 不管是祝福 吻别 还有呢心如刀哥等等歌啊 都是KTV我们必唱的经典 对不对 现在一路走来 虽然他曾经历经了酗酒还有诗声 等等的低潮风波 不过最终张学友还是选择 用好歌声保持他不败的歌神地位 想错过一辈子 我才学会了爱 很希望可以有一些新的歌声 当你拿起毛泽风要唱歌 要他有一点新的东西 表演的时候感觉会不一样 等了好久终于出片的张学友 新歌令人期待 因为一路走来张学友这个名字 就仿佛像是跟畅销金曲画上等号 你我都熟悉的祝福 跨越年代都喜欢 这可是只有张学友才有的魅力 才遥远 我遥远 遥远就能期待明天 你和我重逢在沙拉的几天 三十年前张学友在歌唱比赛中 展露头角 也奠定了他未来的歌神之路 比赛完了 他找我签 我该怎么签呢 他这样不好看 他这样不好看 签了几百遍 然后好几个月都没有人理你 比赛没有让张学友冲出高人气 不过却获得了最重要的出片机会 一世 你当初一代就变再不归 我以为自己唱得很好 你还乱 那是你第一次录完以后结果 我真的是把那个录音带 把它打碎了然后丢了 专求完美的张学友 果然让他的第一张专辑 就卖超过三十万张 快速的窜红 却也让张学友迷失了自己 染上酗酒的恶习 保力心那个没有熟悉的老板 现在还跟我讲 你记得吗 没有熟悉的老板 他就喷我 是开小铃的时候喷吗 没有没有 还拿酒泡 还在嘴里面喷 对 夸张的行径让张学友开始负面新闻不断 直到一九八九年 张学友在妈妈的陪伴鼓励下 重新振作 一首只愿一声爱一人 让他再度重回一线歌手之列 美妙的歌声 朗朗伤口的旋律 让这首歌登上金曲排行榜冠军位置 超过二十周 这时候已经在香港成为四大天王的张学友 事业才正要冲向最高峰 张学友的第五张专辑 亚洲狂销四百万张 进入他歌唱事业的巅峰时期 之后张学友开始多方面发展 甚至自己策划导演 及出演音乐剧《雪狼狐》 但就在这个时候 传出歌神不能唱了 失声事件让外界一度认为 歌神的歌唱生涯就要结束了 不过调整身体状况后的张学友 用一场接一场的演唱会 证明自己不败的歌神好声音 能给的我全都给了 我都舍得 俗乐让你知道 我心如刀割 我心如刀割 传奇的歌神张学友 曾经创下年唱片鲟亮 名列世界第二位的記錄 也被時代雜誌列入亞洲 最有影響力的50位人物之一 他的唱片累積總銷量 也已經突破6000萬張 在香港還作用超過 70首的冠軍歌曲 每項記錄都是後輩 難以打破的經典傳奇 讓他在2012年的 十大中文金曲大會上 獲得了35週年榮譽大獎 而這項殊榮也象徵著 他在華語歌壇中 難以動搖的歌神地位 難以永恆動搖的歌神 心靜